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爱肯定的成字 今天来给大家安宁一部国产小成本家片 《钟爱无言》 本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讲述了一条小狗和一位残疾老人 相濡以沫的一生 咱们来看看剧情 主角是一只从狗肉店里逃跑出来的小狗 机缘巧合之下 被越中年人带回了家 中年人家中有个下半身瘫痪的哥哥 也就是本片的男主老鱼 老鱼的老母亲刚刚过世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特别巨大 因为多年以来都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的照顾他 没了母亲 老鱼顿时觉得没了依靠 正所谓生育和欢 死衣和苦 过年都无法爬起来斗地主 这样的日子实在是一片黯淡 没有盼头 就在这个时候 弟弟无意间把小狗带到了老鱼身边 不过老鱼和小狗并不是一见钟情的 在身世可怜 无家可归的小狗身上 老鱼似乎是看到了自己悲哀的一生 他冲着小狗把内心的愤懒都给发泄出去了 弟弟和弟媳妇却觉得 老鱼当个出气筒 于是乎悲催的小狗就成了老鱼的授记包 不过好在小狗从小就是个机智boy 老鱼的东西掉地上够不着 他给捡起来 晚上老鱼的房间不小心湿了火 小狗积紧的把他给喊醒了 就这么的 小狗在老鱼的心中终于转了阵 老鱼给小狗取了个十分唯美 而且很有内涵的名字 二伙 平日里老鱼和二伙聊天玩耍 他们的关系正是步入了蜜月期 日子总算是多了不少的乐趣 老鱼有一个梦想 很可惜这个梦想并不是音乐 要不然凭他的悲惨遭遇肯定能走红 老鱼的梦想很简单 他就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亲自设计一辆适合他的小板车 你还别说 老鱼那可是身残至尖 脑子好 技术宅男双手巧 他真就把手摇式小板车给捣鼓出来了 他还想凭借自己修家店的本事 到街上挣点钱 弟弟骑着车 把他带到了街上 一把年纪的老鱼 像个孩子似的东张西望 对什么都显得很好奇 而且他顺利的接到了一个修电视机的活 晚上老鱼回到家 还兴奋的对二货说起他的所见所闻 拿小的二货压根不太搭理他的 你说你出去浪就浪了吧 你又不带上我 不带我就不带我吧 你还跟我面前嘚瑟起来了 老鱼一瞅自己的小情人不高兴了 赶紧哄他 二货等我挣了钱 一定给你买好吃的 猪肉牛肉羊肉各种肉 这么多口味的馅饼 说吧 你想吃的哪一种 第二天 二货来了个先斩后奏 他悄悄的跟着老鱼去了街上 得亏是二货跟着去了 因为老鱼忘记把修好的电视机带给人家 他只好再回去取 但是路上有个拱形的桥 老鱼自个儿压根过不去 这时候二货挺身而出 直接叼起绳子 把老鱼给拉过去了 这才没给人家耽误事 当天晚上 老鱼心中又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他给二货做了个套绳 打那以后 二货摇升一遍 就成了雪橇雪 天天用他的八百匹狗粒 老鱼和二货的故事远不止如此 比如他们帮着一家电器店老板 找回了被人贩子抱走的儿子 比如老鱼会对二货 说起自己年轻时候的往事 对于老鱼来说 二货是无话不说的知己 他对二货也很好呀 基本上二货看上啥 他都会买给他 我说大爷 您确定他是看着铃铛的 而不是那只狗妹妹 老鱼和二货的故事 渐渐的传开了 这天一个土豪男过来找到老鱼 他想买下二货 价钱随便开 老鱼当然不搭理他 我和二货是真心相爱的 真爱无价 你给多少钱也休想 有道是不胖不是猪 无巧不成书 没够多久 老鱼家出了事 他弟弟出了车祸 急需要用钱 恰好侄女又考上了大学 也等着钱用 眼看着弟媳妇 嚎啕大哭 声泪俱下 这一切都把老鱼往死胡同里逼 他只好联系上了土豪男 把二货交给了他 换来了救命 救家庭的四千块钱 这一段非常感人 大家在看的时候 一定要准备好纸巾 二货被土豪男带走了 老鱼的心里 一下子空荡了起来 几乎是一夜之间白了头 他的日子重新回到了 没有盼头的绝望状态 二货那边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 终于二货独自踏上了回家之路 想要回去可不简单 不仅路途遥远 吃不饱睡不好 而且还会被路上的野狗 撕咬欺负 尽管如此 二货依然拖着受伤的腿 一瘸一拐的坚定往回走 终于二货和老鱼 在他们长去的湖边重逢了 这个场面也是相当的废止 老鱼百感焦急 他连忙给二货清洗干净 并且下定决心 再也不和二货分开了 哪晓得没多久 二货就不见了 老鱼焦虑的四处寻找 最后在远处的树林里 找到了二货的尸体 狗狗就是这样 一旦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就会悄悄的离开家 找个地方安静的死去 二货死后 老鱼把他安葬了 并且不顾众人反对 坚持把他排除了自家的族谱 另外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二货不知道什么时候 跟别家的小木狗有了一腿 留下了一窝的小二货 总算是没有了到死 还是处男的尴尬 影片的最后 老鱼带着小二货 继续过着人狗相依的日子 电影算是看完了 这部片子 给橙子最大的感受是质朴 真挚 没有特效 没有打斗 没有明星 有的就是一个 打动人心的真实故事 尤其是对橙子这样 喜欢狗 养过狗的人来说 看了以后 根本把持不住啊 我一大男人 眼泪差点就飙出来了 另外有一点挺讽刺的 好多明星的演技 直接被片中的狗狗 无情碾牙了 比如这段狗狗的腿受了伤 一瘸一拐的走路 比如狗狗和老鱼 重逢时候的眼神特写 总之 这是一部好片 适合给心软的人看 关于这部电影 论语早有解读 残疾老人 心成灰 幸与狗狗来作陪 相似相伴一起走 人若无情 不如狗 欢迎添加 陈子的公众号 陈子凯定和陈子交流 陈子每天还会给大家 搜集很多有趣的内容 等着你哦